牆上镶嵌着独角兽 屋檐上还有几只鸟稍坐休息 这样的华丽宫廷风格 是唐双师傅李冠宁的作品 包含奶油 唐双处理都看得出 需要细腻的动作才能完成 而支撑华丽建筑的底部蛋糕体 寿英展出则以宝丽龙制作而成 而这样的作品 其实他想要致敬英国唐双大前辈Eddie 其实这个唐工艺在英国 是有上百年历史的 他其实在市场上面已经慢慢的落落了 他其实就是可能是比赛的价值 艺术的价值 我就是纯粹的使用糖霜 然后而且也使用糖的原色白色 去呈现 然后点缀一些象征荣耀的金色 然后想把这个作品呈现给他 台北国际烘焙展日前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而场内同时进行 西点蛋糕记忆等竞赛 而根据大数据公司 网路温度计调查 2023年网路最高升量的烘焙品项布丁 像军阅酒店制作的总统布丁 食材就特别严选 香草去慢慢的释放香味到隔天 里面是用北海道的鲜奶 还有北海道的鲜奶油 搭配我们台湾的无龙的鸡蛋 前一天去让布丁易去熟成 这个所以时间会比较长 再加上我们烘烤的时候 是低温去烘烤的 细看冰箱摆设的蛋糕类型 唯独这一块体型特别不同 加高型的蛋糕体 然后我们就是用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 小清新的感觉 没有很多的琐碎的挤花 或是水果放在上面 然后用油画的概念去做 然后工具都是油画刮刀 上面这个是小梅花 然后旁边这些 构图的话就是中间我们 做一个留白 然后再去做花环的搭配 然后中间都可以是 依照节庆的不同 然后给它不同的主题 台北国际烘焙计设备展 南瓜超过三百间 以及一千多个摊位 从竞赛区域到烘焙艺术品创作 还有贩售取向 呈现职人们的坚持精神 也展现台湾满满的特色烘焙能量 人间微信件家梁海瑶 台北超貌龙 三百 surrounded 他已经一大 Acad际烘焖了 隔壁 说明自己会比较 那么作熟 比率 只 课 但是